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美元指数近日的止跌回升 黄金皮态进现 或再次跌至1900下方 达拉斯联储主席卡普兰当地时间8月6日表示 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近期内是安全的 但不应该认为始终都将如此 从卡普兰的言论看出 美联储已承认美元储备地位正面临潜在挑战 自从3月起 美国疫情失控 经济受到严重冲击 美联储推出无限量QE 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美国领导地位及美元前景的质疑 美元指数于3月20日触及103关口后持续走地 至8月18日最低下滩92.15附近 创两年多新低 而随着美元被大量抛售 加上避险需求不断升温 黄金在过去数月进入疯狂的牛市行情 频频刷新 记录高点 于8月7日最高上碳2075 此前有媒体报告称 包括中国 俄罗斯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英国 日本 印尼 马来西亚等国家在内 全球至少41国已开始用不同的方法开启了去美元中心化的进程 与此同时 中国与俄罗斯的去美元化进入了新的阶段 中俄两国近年以来一直在增加用卢布和人民币来解决双边贸易 据央央行和俄罗斯海关的最新数据 美元在俄中双边贸易中作战的份额已跌破50% 俄罗斯消息报指出2020年第一季度 美元在俄中贸易中的占比下降5个百分点 跌至历史新低的46% 首次低于一半 这也是美元在俄中经贸结算中 持续下跌后的大跌 美元继续失去阵地 在过去五年间 俄中经贸使用美元交易份额下跌了44% 因为2015年俄中贸易近九成用美元结算 俄罗斯正在用人民币和黄金等非美元货币替代美元地位 其一些去美元化的风势被不少国家所借鉴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欧洲央行已在数月前就宣布将人民币列为外汇储备货币 多个国家试图用人民币替代美元的部分功能和地位 因此从长期而言 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的占比极可能不断下降 美元指数的前景不容乐观 但美元的相对衰落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目前美元的全球霸主地位依然稳固 同时就短期而言美元指数有望获得一定幅度的反弹 上周美联储发布最新的会议纪要 为暗示即将放松前瞻指引性的QE 这令市场认为美联储的宽松前景不及预期 刺激美元指数自两年低位前逐反弹 从美元指数的周线图来看 上周K线录得长下影低位倾线 并受1.27延展的支持 加上KDJ指标有望金差走出超卖区 暗示后市进一步反弹的概率较高 而随着美元指数的反弹 黄金则难以避免继续回落修正 因两者在过去数月存在明显的翘翘板效应 即美元指数跌黄金涨 美元指数涨黄金跌 从近日的走势来看 翘翘板效应下金价上行 动能出现摄影节的迹象 全球去美元化仍未击溃美元 翘翘板下黄金皮态竟想获释1900 本周市场将迎来超级金螺州 美元指数和黄金都将面临重大的出击 在本次央行年会上 若鲍威尔未传出更多的宽松倾向 而是泛泛而谈 将对美元产生巨大的利好作用 刺激美元指数剧烈飙升并打压金价大幅下挫 另外由于美债收益率暴跌 导致美国的实际利益率跌至复值 也不排除 将令黄金多头面临更多的竭力行情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